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我們在節目中介紹很多藝文表演活動 可是我們很少講到專門給小朋友看的表演 其實如果你認真看 你會發現這些藝術表演 都非常具有啟發性跟想像力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兒藝傑副總監 劉麗婷跟我們聊聊 魔力十足的兒童藝術 麗婷你好 你好 其實給小朋友看的表演藝術 跟大人看的很不一樣對不對 我們的策展人詩盈 他在選節目的時候 他提出一個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一般性的原則 就是我們覺得好的兒童藝術節目 一定是大人也愛看的 所以不是只有去迎合我們想像中的小朋友 會喜歡看的那樣子的節目 而是我們覺得應該讓表演藝術的那種想像力 可以在這樣的過程中去感染到小朋友 那大人一樣也會有那樣子的覺得說 這個節目好有趣好好看的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大人跟小孩一起來看 然後他們都看得很開心 然後回去或許有一些討論 或者是他們以後的一個很好的記憶 對我們來講這是最重要的 對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討論的是 很有具有啟發性的或是有想像力的 或其實你就算是看得很開心 也是一個很棒的表演藝術 對沒錯 因為像今年我們從大概七年前開始做兒童藝術節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在我們選擇很多節目上面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從國外介紹來的一些 表演藝術的一些很特別的節目 讓小朋友一些很特別的不一樣的感受 也希望這樣子的一些節目帶給我們的 自己這邊做兒童戲劇 或是兒童表演藝術的一些團隊 有些新的想法跟刺激 是 其實我看很多國外的表演活動 真的都非常想像力十足 你完全沒有辦法想像原來這個可以這樣演 其實我們今天節目都會講 原來那個可以這樣子做 然後看的時候大人都覺得好有趣 就陪著小朋友去看都會覺得很開心 沒錯 沒錯 很多那個家長都是 你知道看出來是比小朋友還興奮的很多 好 我們先來介紹加拿大亮晶晶劇團 對 超可愛的 連這個團名都你就是覺得 咦 是什麼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三角相機奇遇記 它這個三角相機 我想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一個相機 然後它有三個腳架的這種 有三個腳的那種相機 其實它整個場景是在一個垃圾堆 垃圾堆面 所以這三角相機是壞掉了 人家不要丟到那邊去這樣子 所以它整個場景就是這樣黑黑的 然後亂亂的 它是一個垃圾堆 但是劇團創作者 其實他用相機的那個角度來去看 雖然它是一個垃圾堆 但它其實隨著四季有些生命的更迭 在垃圾堆裡面的四季 對 在垃圾堆裡面的四季 當春天來的時候其實會開花 會有蝴蝶 在垃圾堆裡面一樣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夏天的時候 太特別了 對 夏天的時候鳥會來 那一樣在這邊都還是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今年其實 今年很特別是說我們都在去挑戰一些這樣子的一個 大家不一樣的思維 對 原來看到的垃圾堆就是垃圾堆 它就是只有垃圾堆嗎 對 它其實裡面也隱含著非常多的生命存在 好 我們先來看一段影片 就是垃圾堆裡面怎麼樣看出一朵花 就讓我 就讓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真的是太可爱了 那个三角相机就从垃圾堆里面走出来 然后还会有小松鼠跟 连那个打火机看起来都好可爱 它其实是一个算是非常失忆的作品 它没有太多的语言 没有什么对白 说真的也没什么情节 但它其实它的那种呈现是一种 非常一种比较失忆的方式去呈现 我们所原来以为的这样的东西 这个作品很有趣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 在垃圾堆里面可以讲出什么东西 这件事情 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想象 对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是三角相机的 它的旅行吗 它的看到的世界 对 它看到的世界 刚刚看到那是开始 其实后来会有更多东西加入 所以所谓的四季是在刚刚这个影片之后 它就会慢慢地出现 对 那刚刚这个是一开始 那个就是相机刚刚出现的时候 它正要开始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像这样子的演出大概适合几岁的小朋友 这个演出其实它没有太难的 大概五岁的相机就可以了 所以小朋友只要看到那样子的 小松鼠其实即便是那种小东西出来 它们都会觉得好可爱 然后现场就是一片欢呼吗 对 其实还 欢呼应该还好啦 还是大人在欢呼 因为基本上它还是在一个剧场的空间 它还是会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的 对 没有那么的自由自在这样子 对 但是因为它的作品本身 它的速度上面不是那种很快速 然后很那个的 它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舒缓的一个节奏在进行 当然我们之前把这个作品叫做防水剧场 因为它真的会喷水出来 会吗 现场会喷水吗 会喷一点点水 第一排的小朋友可能要准备一下 但可能会喷到一点点 那小朋友一定会很想做第一排 我想也是 穿着雨衣去看的感觉还蛮好玩